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一听 听一听清晨枝头鸟 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草原风光好 尝一尝 尝一尝 敲开春郎的阳光 吻一吻 吻一吻 吻过春风不连跑 亲爱的你不要 不要被我不理睬 跟我来 跟我来 走出雾湾 看看云彩 亲爱的你不要 不要找我空等待 跟我来 跟我来 走出雾湾 敞开笑话 尝一尝 尝一尝 敞开春郎的阳光 吻一吻 吻一吻 吻过春风不连跑 哦 听一听 听一听清晨枝头鸟 哦 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草原风光好 哦 尝一尝 尝一尝 敞开春郎的阳光 哦 吻一吻 吻一吻 吻过春风不连跑 亲爱的你不要 不要被我不理睬 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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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雾湾 敞开云彩 亲爱的你不要 不要叫我空等待 跟我来 跟我来 走出雾湾 敞开雄湾 哦 尝一尝 尝一尝 敞开春郎的阳光 哦 吻一吻 吻一吻 吻过春风不连跑 音乐和收藏着你我美好的回忆 我们所喜爱的歌曲 成长的感觉 还有生命所珍藏的甜点滴滴 你好 这里是音乐盒的直播 我是文龙 我们今天晚上的主角就是蔡信娟 今天晚上是星期五周末了 周末还好吗 这周还过得好吗 再来一首非常轻快的这首歌曲 刚刚听到的是《跟我来》 永远相聚在一起 大家都是姐妹兄弟 不要不要去我遇见你 你喜欢谁都可以 只要他可答应你 大家做个朋友没关系 什么困难说出来 有了心事别把带着你 是快乐地愿地 将来一定会在回忆 就像现在回忆过去 快让人在充满笑语 功课不太好 没有什么大不了 只有几秒里 但人无尽没关系 路有千百条 飘飘 转转转转 不是自己走 前程在与我 永远相聚在一起 大家都是姐妹兄弟 不要不要去我遇见你 你喜欢谁都可以 只要他可答应你 大家做个朋友没关系 什么困难说出来 有了心事别把带着你 是快乐地愿地 将来一定会在回忆 就像现在回忆过去 快让日子闯闻笑语 虽然有一天将要分离 可是曾经曾经在一起 美与众优优优优独播剧场合患 永远永远 永远�� 平常不忘记永远 永远 永远爱你 我们今天晚上主要就是在听 蔡兴娟在1980年代 在不同唱片公司所 关录的不同唱片的歌曲 刚刚听到的两首歌曲呢 都是非常早期蔡兴娟的这些歌曲 分别是《跟我来》 还有《我们曾经在一起》 已经看到了好多朋友上线 谢谢你们 赶快跟你们先打声招呼吧 谁先上线呢 看到了 李国祥 身边大哥 晚上好 剑秋 你好 杰材 记忆 玉琴 你好 朱丽亚 Jason Wang 英顺 回秋 你们都好 晚上好 书妹 文伟 红儿 江琼如 Jason Wang SEGO 谢吉顺 看到了 阿亮 秋霞姐 宝富大哥 不为贯 富姐 武文成 张倩 一 哇哦 好多好多朋友 我们继续来听 下面这一首歌曲 也是蔡兴娟 非常早期的这首歌曲 知道这首歌曲的歌名吗 麻烦你就把这歌名 打上来好吗 也可以跟我们这里 线上的朋友 大声招呼 与我同行吧 爱人的哈哈 与我同行吧 远离着悲伤 远离着失望 远离这个地方 与我同行吧 爱人的哈哈 与我同行吧 远离着忧愁 远离着烦恼 远离这个地方 你从海上来 喜悦下来 你从回想重来 对我所有的 竟是一个你 把手伸给你 就想把我冰心 全部给你 我们 我们 我们还有 长远度 远走 与我同行吧 爱人的哈哈 与我同行吧 远离着忧愿离着忧愁 远离着烦恼 远离着各地 谢谢 谢谢 康重 回处 秋霞 富姐 祥太 金平 樊平 你们都知道 最后歌曲的歌名 就是与我同行 与我同行吧 爱人的哈哈 与我同行吧 远离着悲伤 远离着失望 远离这个地方 与我同行吧 爱人的哈哈 与我同行吧 远离着忧愁 远离着烦恼 远离这个地方 你从海上来 喜悦下来 你从回想中来 对我所有的 竟是一个你 把手伸给你 就想把我的心 全部给你 我们还有份 长的路越走 与我同行吧 爱人的哈哈 与我同行吧 远离着忧愁 远离着烦恼 远离这个地方 与我同行 啊 与我同行 与我同行 啊 与我同行 就打一条龙 哈哈 啊 Kong Chong Melissa Ong 谢吉顺 Sujati Anna Linrich Annie Ho 嘿 希望没有漏掉 你们任何的名字 哦 刚刚上线呢 看到了 有Winston Ong 还有Joyce Tio Kelvin Solo TanCB 对 如果你是第一次到音乐盒来的话 欢迎你 欢迎你 如果你有朋友介绍你来的话 先打声交呼好吗 留个言 直播就可以让你 一面听歌 一面看画面 也可以看一些 一些留言 音乐盒这里就好像一个 聊天室吧 可以一面听歌 一面聊 我们今天晚上 每个 每次音乐盒的直播都有一个主角 我们今天晚上的主角是 即将过生日的 蔡兴 君姐姐 她有好多不同的称号啊 开始 那时候 唱片公司 称她为 东方云雀 后来她唱了 中国娃娃 就把这个名字也 带上了 后来也成了 东方女孩 她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好多很不同的 精彩的歌曲 我们今天晚上就会一面听歌 然后一起一起聊好吗 所以在看线上 问你是刚到的话 欢迎你 就打声招呼吧 留个言好吗 也看到了 好多朋友都已经 分享了 谢谢你们 直播的一个特色 就是你可以一面听歌 也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 这些直播 对 你喜欢音乐和的直播 也想介绍给你的朋友 你就可以 先看看你手机 左下角 看到了 share 分享 只要按一按 再选择write post 那这个直播就立刻会 出现在你 演书的 个人页面上 你也可以分享到一个 群里面去 或者是 你有特别的朋友 要把这个链接 寄给他 你就可以按 send 我们这里好多朋友 都已经分享了 要跟他们说声 谢谢 谢谢你们 有神调大哥 樊平 Lawrence Angsoon 侯春风 侯大哥 秋香 仔仔 达亮 达亮也分享到 一个群主里面去了 好多个群主 谢谢 裴心大哥 静 寶布大哥 剑真 富姐 Chackpain 俊豪 倩仪 玉琴 谢谢你们 梁孙 还有 秋霞姐 对 还有另外一位 邓祥泰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喜欢音乐盒 也把这个直播 分享到不同的群里面去 欢迎更多的朋友 一起来听歌吧 下来这首歌曲 是 在1982年 一张专辑的歌曲 至少是你还是否记得这首歌曲 蛮可爱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你修法却像操盪在三月里 那天地间仿佛只有你最美丽 那薄红的甜蜜飘忽着多多的云彩 那夕阳的雨会荡漾在金黄的呼吸 那淡淡的乐曲悄悄地爬上树上 而你修法却像操盪在三月里 那天地间仿佛只有你最美丽 你还记得这首歌曲吗 《晚霞中的女孩》 看到了傅姐还有秋霞姐都把这首歌曲 还有清音频都把这首歌名打上了 谢谢你们 像这首歌曲也是之前有朋友介绍给我的 好久真的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 也是蛮可爱的一首歌曲 收入在《小白河专辑》里面 你不要老是叫我小样头 虽然我的年纪在数十六 涂上口红在树一个河奔头 模样好比初水浮荣花一朵 好不好大哥哥你和我去交游 尽口尽手牵手 你帮我来推单车 我带你去捉壳斗 啊哈在对小花狗 你不要老是叫我小丫头 再过三年我也是十八十九 擦上纸粉穿上洋装高跟鞋 你看我这模样像不相当劫 你不要老是叫我小丫头 虽然我的年纪在数十六 涂上口红在树一个河奔头 模样好比初水浮荣花一朵 好不好大哥哥你和我去交游 尽口尽手牵手 你帮我来推单车 我带你去捉壳斗 啊哈在对小花狗 你不要老是叫我小丫头 再过三年我也是十八十九 擦上纸粉穿上洋装高跟鞋 你看我这模样像不相当劫 这首歌曲当年真的是很符合 蔡兴娟那个年龄 这首歌曲就讲到自己是十五十六岁 期盼着十八十九 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 当年也是这个年龄吗 也是这样盼望着长大吗 我看到了安娜留言说 这首歌曲带回年少的感觉 哇真好啊哈哈 这些都是八十年代初 大家很喜欢听的好怀念 再来这首吧 哈哈 好 送你一瓶银香水 背表一朵不屑的花蕊 洒在你的身上 就好像迷人的三月 送你一瓶香水 不必等待很好的黑 我爱你吻着又香 就不怕没有花的季节 啊 送你 送你 送你一瓶香水 啊 请你 请你 请你珍惜着香味 虽然是小小一瓶香水 那是那关怀不要拒绝 当你轻轻的轻轻的洒在身上 就会得到友情的安慰 谢谢祥凯她说 我是小猫头就听 娟姐的歌啊 还有这首歌曲啊 当年这个专辑 我记得在信吗 真的也是有送香水啊 打量也记得哦 送你一瓶香水 带到一朵不屑的花蕊 洒在你的身上 就好像迷人的三月 送你一瓶香水 不必等待汉堡的黑泪 闻一闻这油香 就不怕没有花的季节 啊 送你 送你 送你一瓶香水 啊 请你 请你 请你珍惜着香味 虽然是小小一瓶香水 那是呀关怀不要拒绝 当你轻轻的轻轻的洒在身上 就会得到有情的安慰 虽然是小小一瓶香水 那是呀关怀不要拒绝 当你轻轻的轻轻的 撒在身上 就会得到有情的安慰 看到好多朋友 都送上了生日祝福 看到了Timeless Classic 他说先欲祝娟姐生日 健康快乐 父姐也说318就是 娟姐的生日祝娟姐 生日快乐 幸福安康快乐 每一天爱你哦 Puichu说祝蔡新娟 3月18日生日快乐 还有谁想送上祝福吧 就打上你的祝福 这里还有Sujati 也说祝蔡新娟姐生日快乐 我不是喇叭花呀 我是多小白鹤 一样的花蕾呀 不同的颜色 赶紧紧叹 她的风华角色 谁来为歌 是否是否我的名字叫白鹤 是否是否我的名字叫白鹤 她又身边家花 而我还是叶白鹤 我只能悠悠地绽放着羞涩 是否是否我的名字叫白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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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悠悠地绽放着羞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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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蔡新军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吧 对应该1981年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 小百合 OK 看到 哇 又来又多朋友 送上了生日之福 金平说 祝东方女孩生日快乐 永远青春永祝 好 啊 望着天空和无奈 哎呀 叫我怎么办怎么办 因为你就会帮忙 就在那远回的好时光 就在那远回的好时光 卡 特别 zoo 女兒溪壓了跳舞程 呱嘟嘟嘟沙喳�고요 嚇哈吱吱喳嘟沙喳嘟 蹦 Scientists rider 蹦啊 吹著山川 fishka 嘀嘀嘀嘀滑辣啦 fishka 嘀嘀嘀嘀滑辣啦 一耳打在臉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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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着天空开不来 哎呀 叫我怎么办怎么办 一耳 你真会帮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叫我怎么办怎么办 鱼儿你真会帮忙 这首蛮可爱的 我记得我曾曾经看过一些幼稚园的儿童 用这首歌曲做一个表演 有一年夏天 街头上流星我 没有眼泪快乐的小丑 鸡尾楼浓烟 人们笑我归脸 玩笑街头的不声 哦 流星风潮 香秋风吹淡 不忘归落花园 归脸依旧如往昔 人们的喜爱却不在乡上的每一夏天 不能是人们最欢笑的鬼脸 我的青春都小散的起烟 但我是乐观没有悲伤的娃娃 不会计较人事无常 哦 当人们不在 对我的鬼脸觉得好有趣 我何妨照照镜子百年百归脸 笑去笑去自己 哦 斑斑归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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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夏天 街头上流星望 没有眼泪快乐的笑笑 既没有浓烟 人们笑我归脸 我笑街头的不声 哦 流星的风吹 向秋风吹吹 鼓慌的落花眼 归脸依旧如黄西 人们的喜爱却不在乡上的每一夏天 不能是人们最欢笑的归脸 我的青春如下三地起烟 但我是乐观 没有陪伤的娃娃 不会挤着人事无常 哦 当人们不再对我的归脸 觉得好有趣 我何况抓着人们最爱却不在乡上的心 我何况照照镜子 带你帮回脸 笑全笑全自己 哦 斑斑鬼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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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多朋友 都记得这首歌曲的歌名 歌名就是鬼连娃娃 先帮一些朋友送上生日祝福吧 看到了樊平说 祝东方女孩蔡兴娟生日快乐 心想事成幸福安康快乐 朱英说祝新娟生日快乐 安康 Yosef说 哇 刚才那首歌曲好听 也是蔡新娟在1982年的这张 第五张个人专辑的歌曲 Judia 祝娟姐 Happy Birthday 永远青春美丽 健康快乐 Puidic说 祝福娟姐生日快乐 健康 常乐 还有吗 还有吗 姜崇如说 祝阿娟318 生日快乐 Tae Chen Yong 说祝娟姐生日快乐 生活幸福美满 金平姐说 祝福东方女孩生日快乐 永远青春永祝 太好了 太好了 看到好些朋友 也先上线了 嗨 舒儿姐姐 你好 还有看到了 谁啊 Francis 丽音姐 你好 伊西 林修丽 Candy 好久不见 孟轩 也谢谢一些朋友 继续的再分享 谢谢秀英姐 林修敏 还有 思柴 Quite 梁顺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喜欢音乐 和的直播 都分享出去了 当然我们在听这一些 1980到1983年 新生唱片的歌曲的时候 肯定不会少的这一首 在铁路旁 我飞着一旁 露华的高峰 呀 青王海子 啊 一句一句和 呀 一声一声唱 花跳满温温温 呀 满渤温温温温 走在铁路旁 我飞着一旁 老奴对我 呀 和梦来作白 大家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啊 这首歌真的是让蔡兴娟一举成名啊 这一是多久以前啊 1980年的歌曲 走在铁路旁下之旅 走过铁路旁我弹着吉他 梦花低头响呀起我背头啊 一举一举和呀一声声唱 满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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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 老人对我梦和风来挫败 一步一步走呀一声一声唱 纪念多潇洒呀陪我走回家 走在铁路旁我摊着吉他 走在铁路旁我摊着吉他 老人对我梦和风来挫败 一步一步走呀一声一声唱 纪念多潇洒呀陪我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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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姐说走在铁路旁是娟姐最经典的歌曲 百听不厌啊 当然这么多年大家都还这么喜欢 还在听这一首歌曲啊 好了我们再听多一首 就是蛮轻快的歌曲 然后听听一些比较慢一点点节奏的歌曲 在收割的时候 有好几位朋友推荐了这一首歌曲 1985年的作品 红豆穿成一个小桌 是你一亲手送给我 什么我也没问 什么我也没说 我知道它代表什么 一颗一颗红豆穿成一个小桌 是你一亲手送给我 什么我也没问 什么我也没说 我知道它代表什么 我明白这是个承诺 也是我心中的一把锁 时时刻刻 我都会待着 不会让它受到冷落 我把它轻轻地扑摸 却又怕它会变了色 如果有一天你会来看我 只怕你说已经不记得 一颗一颗红豆穿成一个小桌 是你一颗一颗红豆穿成一个小桌 是你一颗红豆穿成一个小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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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这是个承诺 也是我心中的一把锁 时时刻刻 时刻刻 我都会待着 不会让它受到冷落 我把它轻轻地抚摸 却又怕它会变落色 如果有一天你会来看我 只怕你说已经不记得 喜欢这首歌曲吗 红豆手镯 这张专辑的品质有点好痛 涓涓之丝 涓涓之之 待会我还会再听这张专辑的 其他歌曲 其实除了那些很轻快 很可爱的歌曲 蔡英娟在推出专辑的时候 个人专辑的时候 也有尝试一些比较慢版的歌曲 这首我就觉得 应该很多人会喜欢 彩着阳光 我心向往 像春秋路上 起风飘送 年华香 无处暂时 我要我一伤 路边的小草 水风又花 一泊一泊 像海浪 谁不想我 坐在像春秋路上 所以秋霜姐也送上了生日祝福 她说玉珠 赞金娟 生日快乐 幸福 安康 吹一泊一泊一泊 一泊水牛 一泊一泊白鲁 街均一泊一泊一泊 青鲁一泊一泊 青鲁一泊 但愿能有你陪伴身旁 怀念老歌 青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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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谁不想我 坐在像春秋路上 有 tsun echt 但愿能有你陪伴身旁 怀你老歌轻轻唱 啊 谁不相忘 走在乡村乡土上 这首歌曲就是乡村路上 演歌上这张才算是 赛兴娟的个人首张专辑吧 因为第一张专辑好像只有四首歌曲 然后其他都是乐曲吧 不知道怎么算 不过就是这张是全部都是他唱的歌曲啦 乡村路上 所以看到了这个专辑封面 有人已经猜到了下来的一首歌曲了 哇 你们好棒啊 儿时的月亮有几个 有两个 一个在天空 一个在水中 儿时的星星有几颗 有一百颗 有一百颗 数了一百九十一百颗 少年的我呀 少年的我呀 我呀 月亮之一颗 心形无数颗 如今的我呀 我呀 月亮不见了 星星里半刻 儿时的欢乐有几船 有凉船 一船在白天 一船在夜晚 儿时的欢迎 有几火 有凉红 一红在星来 一红在梦中 少年的我要 欢乐之一船 幻想之一步 如今的我要 一船一世了 难过你空空 看到好多留言啊 黄文华大哥说 好听 如今的我啊 娟姐就是最 最亮的心 好好听这首歌曲啊 岁月是李子恒 老师做词做曲的 我们来到了1983年 这首电视剧歌曲 你肯定记得对吗 昨夜多少伤心的泪 涌伤心的泪 只有星星知道 我的心 今夜多少失落的梦 埋在心里 只有星星见过我的心 星星一则眼 人间数是寒数 转眼像云烟 像云烟 想要浮云一片 诉说岁月的圆灭 生命已尽头 不是青年 我把切切的思念 经过星光的复原 希望你一直帮我心愿 希望你一直帮我心愿 我心愿意尽 星星星一则眼 人间数是寒数 转眼像云烟 像云烟 像那浮云一片 诉说岁月的圆灭 诉说岁月的念灭 生命已尽头 是青年 我把切切的思念 几颗星光的复原 希望你一直帮我心愿 谢谢 邓祥太 其实我们说当年这是全台湾收视冠军的电视剧啊 大家肯定会记得啦 星星之我心 好咯 再来一首 再来两首 电视剧的歌曲吧 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了一些中国风的歌曲 大家都记得 其实蔡新娟唱过好多这个风格的歌曲 我们现在来听 下来几首都是 刚好都是电视剧的歌曲啦 欢迎大家继续在留言那边一直聊 虽然我没有办法直接回音 我都看到大家的留言 大家聊得好开心啊 太棒了 是谁的笑容 两百花是色 一清过之字 撩动唐叉的风云 将明花的心 留在芙蓉镇里 让暖暖春意 深深印在清暖 让暖暖春意 深深印在清暖 芙蓉镇里 芙蓉镇里 啊芙蓉镇里 千年的岁月 润时了你们的舰眼 历史的笔落 舞的灰色 却是长年跟爱情故事 穿扬千古 难道美丽也是一种错误 难道美丽也是一种错误 不爱江山 爱美人 又是什么罪过 欲扬皮骨气边关 回首漫漫长 泪洒黄泉河的西凉 从此回忆是条长长的路 总是梦里能再相见 无奈天长地交流世纪 似恨年年无绝情 似恨年年无绝情 大家都好 欢迎这首歌曲 而且是大师级的创作 作曲的是黄石老师 作词的是林黄坤大师 怪不得这首歌曲 这么多年了 大家还在这么喜欢这首歌曲 再来一首 也是这个中国风的电视剧主题曲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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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爱泥土到花香 我们在这里车浪盛 一声一声唱 来自我心房 漂亮的歌声 快乐观看 寮��只是中心帆 宏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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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青天不会老 大地不会晃 我爱水清凉 啊水爱泥土的花香 我们在这里长长 一声一声唱 来自我心房 漂亮的歌声真善刚 好好当当 一粒一粒花 把自我心房 啊青色的一身微放流洋 我们 练声放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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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的这首作品 当年这首歌曲还荣获了金马奖的最佳音乐 歌曲啊 唐生过台湾 这首歌曲呢 你听到了这一个前奏 不然猜出歌曲吧 刚刚已经提起了这张专辑 的这首歌曲 嗯 因为我好多朋友提起 这首歌曲 今天剩下一些新朋友打声招呼 哈喽Andy 哈喽Chris 萧永定 哎 你们好 欢迎一起来听歌 我就到这里 哇 好多朋友来自不同的地方 一起来听歌 有朋友在机场 也在听啊 谢谢你 保护哥 这么支持 蔡新娟 这么支持 音乐和 音乐和 我心里的茶阳 琵琶 帮我的琵琶 这里没有新草 把新鸯 也没有花质的样 在树而川前 胭脂山下 只有冰树皆穷花 梵琵琶 琵琶呀 我的梵琶 我不敢悄日若平沙 人飞过梦沙 人飞过梦云之下 不能为我传达一句话 到严海外的人家 人飞过梦嵘之下 往朝阳又是天涯 琵琶伴我的琵琶 你瞧太阳落了冰沙 夜风在荒野上方 云一片马丝剩下一旦 远方向东了胡家 琵琶呀我的琵琶 我不敢悄日落冰沙 烟飞过暮云之下 不能为我传达一句话 到眼爱外的人家 琵琶为琵琶 琴琶当初被雪如金花 唱对着蓝天悲唱 哪知道如今去找冤家 往朝阳又是天涯 琵琶伴我的琵琶 你瞧太阳落了冰沙 夜风在荒野上方 云一片马丝剩下影荡 远方向东了胡家 风在荒野上方 陪近很美很美的一首歌曲 刚刚有人提起了 整个曲非常的优美 李雪兒姐今天的语言说 这个歌词也很棒 看那样Timeless Classic的一个分享 再来一首这张专辑的歌曲 刚刚那首歌曲 很多朋友应该就知道 就是琵琶曲 再来这首 好些朋友喜欢跟我提起来 今天就给你安排 一股暖流天天的伤心头 水游游满满滴流 我两分别后又再次相聚首 请我温柔 我似酒 旧风吃鸡一醉放休 水游游满满滴流 跟着水游满满 你到我家门口 我见你 不容声能笑 你见我低下了头 相思花 寂寥有多少 你不说要我又不开口 只游游满满滴流 一股暖流天天地伤心头 水游游满满滴流 我两分别后又再次相聚首 请我温柔 河飞游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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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只有迟迟的向往 一股暖流 甜甜的伤心头 水又又 慢慢地流 我两分别后 又再次相聚首 请我温柔 我落落四六九 九逢之极 最方向 你刚听的这首歌曲 更名是九逢之极 谢谢富姐的分享 她说她第一次出席 蔡兴娟姐姐庆生会的主题曲 最后是这首歌曲了 特别有意义 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这么喜欢这首歌曲 九逢之极 你刚听到这几首歌曲啊 杨贵妃 唐山过台湾 琵琶曲 九逢之极呢 都是蔡兴娟 在1984年到1987年 台湾光美唱片时代演唱的歌曲 当然包括这一首 凰之极 黑眼珠泳 寒情末末 半淡眩 五黑黑的首发 换皮肤游 千千一笑 白眉上 中国的娃娃被摆在那商店的橱窗里 美丽的气袍 是结婚才穿的礼服 古典的气质 是组传有的形容词 故事的借口 再也看不到中国娃娃 中国娃娃 是最后的美丽 中国的娃娃 到底跑到哪里去 中国的娃娃 早已被人忘记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您看,橱窗里那个娃娃怎么不见了呢? 嗯,不是啦,我是羊娃娃,我不喜欢羊娃娃, 我喜欢那个黑头发,夜猪,穿红色旗袍的中国娃娃。 妈妈,那个中国娃娃为什么不见了呢? 中国的娃娃早已被人们忘记 中国的娃娃早已跑到了离去 竹窗里的笑容是最后的美丽 中国的娃娃早已跑到了离去 中国的娃娃早已被人们忘记 中国的娃娃早已跑到了离去 竹窗里的笑容是最后的美丽 我们永远都不会把你忘记中国娃娃 这肯定是蔡兴娟的一首招牌歌啦 她在1990年创办音乐工作室的时候 就用中国娃娃这个名字 可见这首歌曲应该对她自己也很重要吧 在这个光美唱片这段期间呢 蔡兴娟也推出了一个系列叫 中国娃娃回响曲,记得吗? 我们这一段呢就把时间就拉远一点 来听听这些非常优美的老歌心唱 就当然从这一首开始咯 桃花开放在春天 一切桃花香从前 她又回到她又回到我身边 唱一曲小桃红红上了我的脸 小桃红上一曲呀 使我想起从前 年轻桃花开放在夏天 年轻桃花香从前 年轻桃花开放在夏天 她又回到她又回到我身边 她又回到我身边 听一遍才练去 促成了冰的脸 再练去听一遍呀 使我想起从前 年轻桃花开放在夏天 年轻桃花开放在春天 服 novel川 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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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值得葬身在无情海 我值得葬身在无情海 雪山 雪山门 是收录在中央卫乡区第一里头的 这样专辑啊 真的我觉得制作群真的很棒 当然蔡信娟虽然年纪轻 不过她的这个甜美的嗓音啊 还有她很成熟的这个歌唱技巧 为这些老歌诸入了新的生命 这张专辑制作人是黄敏 作曲是陈志远大师 当时这张专辑的摄影啊 还请了陈文斌 大家应该会记得他是谁吧 感觉上这一系列的回响曲 真的是百听不厌 好像很多朋友都好好喜欢 再来一首也是来自第一集的 我很喜欢的这一首 老歌 我爱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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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回忍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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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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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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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